欢迎收听白话时机 演播 福林 陈丞相 世家 一 陈丞相 陈平 是河南阳武县户友乡人 小时候家境贫困 却很喜欢读书 家里有田地三十亩 和哥哥陈伯生活在一起 陈伯总是自己下田耕正 证任陈平无牵挂地去跟随老师读书 陈平的长相很睽悔 是个美男子 有人批评陈平说 嘿 她家里情不知道吃什么东西 长得这样怕 她的嫂嫂因为既恨陈平只管读书 不照顾家事生产 就告诉别人说 她呀 也是吃糟糠而已 不过 有这样一味只吃不错的小叔子 倒不如没有的好 陈伯听了她说这种话 就把妻子赶走而离弃她 到了陈平长大 可以娶妻的时候 有钱人都不肯把女儿嫁给她 穷人陈平也齿鱼和他们结婚 过了一段时间 护友乡有一个妇人叫张富 她的孙女儿嫁过五次 而每次丈夫都死了 没有人再敢娶她 而陈平却想娶得她 在一次地方上有丧事事 陈平因家贫而到丧家帮忙 她的帮忙方式是最先到 却是最后离开 张富在丧家见到了陈平 特别用奇异的眼光看她 陈平也因此借故最后离开 张富尾随陈平到她家 原来她家是在靠城的一条穷巷里 用破席当门 可是门前有很多显贵尊长的车轨痕迹 张富回到家后 对她的儿子张仲说 我想把孙女嫁给陈平 张仲回答说 啊 陈平家贫而不从事生计 整个县里的人都笑她这种行为 却为什么要把您的孙女嫁给她呢 张富说 哪里有一个像陈平这样有财貌的人 而永远贫贱的呢 终于把孙女嫁给陈平 因为陈平家贫 于是借钱给她来送聘礼 也给她够半酒肉的费用来娶妻子 张富训诫她的孙女说 你不要因为她家里穷而待人不恭敬 侍奉兄长陈伯要像侍奉父亲一样 侍奉嫂嫂要像侍奉母亲一样啊 陈平既然娶了张家的孙女 钱财更加富饶 郊游的范围也日广 在护友乡里中的社庙 陈平当了社宰 每次分配肉食非常的恰当公平 地方上的父老都说 哎 好极了 陈如此当社宰还真不错呀 陈平感慨的说 哎 假使能让我陈平有机会来治理天下 也定会能像分割这些肉食一样的恰当称职呀 后来陈社起义而冲亡于河南陈州 命周氏攻取了魏帝 并立魏旧当魏王 而在河南的林济和秦军会战 这时陈平早已辞别他的兄长陈伯 跟随一些年轻人前往林济 投校魏王救 魏王任命他做太仆的官 他以天下大计劝说魏王 魏王没有接受 而且有人向魏王敬传言 于是陈平就偷偷地离开了魏王 过了一段时间 项羽攻城略地到了和尚郡 陈平前往归附他 并且追随项羽入官灭秦 而获赏赐清爵 后来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 而定都于彭城 汉王则从汉征回师 平定官征 然后再向东方进军 这时英王司马昂反叛楚国 于是项羽封陈平为信武军 率领魏王救在楚地的部下前往讨伐 打败降服了英王 而凯旋回来 项羽派向汉败受陈平都尉的官 并且赏赐黄金二十亿 过了不久 汉王刘邦攻下了英帝 楚王项羽为之大怒 将要诛罚前次平定英帝的将领官吏 陈平惧怕被诛罚 于是将项羽所赐的黄金和官印封号 派人送还给项羽 而自己则仗持一把剑走小路逃亡 渡过黄河时 船夫看他是一个独行的魁违美男子 怀疑他是一个逃亡的将军 在腰带中一定藏有金玉宝物 眼睛总是瞪着他 想谋杀他 陈平为此而惊恐 于是脱下衣服 裸体帮船夫撑船 船夫知道他身上并无宝物 才没有杀害他 陈平争与逃至河南修武 归顺汉王 并借着魏无知的关系 而请求尽见汉王 汉王于是召见他 这时万石军十分当汉王宫的捐人的官 接受了陈平的敬业 让陈平进入见汉王 陈平等七人一起敬见了汉王 汉王赏赐了他们九十 汉王说 吃过后就到宾馆去休息吧 陈平说 我是专为一件事而来的 要说的话很紧急 不能超过今天呀 于是汉王跟他交谈 而且感到很愉快 就问他说 你在楚国当何官呀 陈平回答说 当都尉的官 当天汉王就拜陈平为都尉 又命他当陪城官 并使他肩负军队 但诸将为之哗然 都说 大王刚刚得到楚国逃亡的一个军事 不了解他的才能高下 就命他做陪城官 而同坐车众 反而让他来监护军中那些 资历深的将军 汉王听他们这么说 却更加逞性陈平 于是和陈平一起向东 攻伐向王 到了彭城 被楚军所击败 于是引兵回师 收编散兵来到河南的行阳 任命陈平为亚将 隶属于韩王信 驻军于河南广武 这时 将侯周伯和冠英等 都向汉王 残害陈平 他们说 陈平虽然是一位 魁魏的美男子 但却像帽上的玉石 只是装饰品罢了 其实内在不一定有真正的才能 我们听说陈平在家时 偷了他的嫂子 后来投奔卫国 做事又不能容身 而陶王归属楚国 后来不合意 又从楚国 陶王来归顺汉王里 现在大大尊宠他 又给他高官 又使他 监护军队 听说 陈平接受诸将的黄金 送黄金多的人 就能得到好的职位 送黄金少的人 就得到坏的职位 这样看来 陈平实在是一位 反复无常的乱臣 请大王详查呀 汉王听了也怀疑陈平 于是召见魏无知 则问他 魏无知说 大王 我所介绍的是他的才能 而陛下您所问的 却是他的品行 假使一个人 具有尾声和孝极 那样的孝行 但对作战胜负的谋略 又毫无注意 那么陛下 何必任用他呢 现在 楚汉相抗争 我推荐有齐谋的谋士 只看他所提出的谋略 是不足以帮助国家大计而已 至于偷嫂子 接受黄金的事 又如何值得去怀疑他呢 汉王又召见陈平 则问他说 你侍奉魏王不合意 于是又侍奉楚王 而又离去 现在又来和我共事 这些事难道不会使 要相信你的人多心吗 陈平回答说 我侍奉魏王 魏王不能采用我的建议 所以离开他去侍奉相王 相王不信任别人 他所任用宠爱的 不是他相家的人 就是他妻子的兄弟 虽有奇谋之事也不能用 于是就离开楚王 我是裸体逃亡出来的 不接受黄金就没有黄金可用 假使我的计划 真有可以采纳的 请求大王任用我 如果没有值得采用的 猪将送来的黄金还在 我愿意封好 把它送回官府 而请求大王 允许我带回这把骨头回去 汉王听了陈平的解释 于是向陈平谢罪 并且隆重地赏赐他 拜官为中尉 监护所有的将军 诸将于是就不敢再说话了 后来储君急迫攻汉军 断绝汉军输送粮食的永道 在行阳重围困汉王 过了一段时间 汉王为此忧郁 愿意割让行阳 以稀的土地求和 可是向王不接受 汉王对陈平说 天下纷乱 何时才能平定呢 陈平答说 向王为人 恭敬有礼而仁爱 一些连结有节操 而且又千功好礼的才势 大多归顺他 至于论功赏赐爵位或封地 却看得太重 有点舍不得 天下的才势啊 也因此而不愿 归附他 现在大王傲慢 而少礼节 以致连结有节操的才势 不来归顺 不过大王 能慷慨地把爵位封义 赏赐给人 使得一些贪力无耻 品行不正 没有节气的人 也多归顺于汉王 假使能各自除去其缺点 承受两者的优点 就可以指挥 平定天下了 然而大王 肆意侮辱人 也不能得到 连结有节操的才势 不过 楚国也有可以 扰乱他的地方 向王正直的臣子 向亚父 争离妹 龙居 周英这种人 不过数人而已 大王假使能拿出 数万金黄金 进行反见之际 来离见他们君臣 使他们彼此起疑心 向王这个人啊 有善猜忌 而且相信谗言 这样一定能造成 他们内部相互残杀 然而汉王 借机起兵进攻 如此就必定能够 消灭楚国 汉王认为 陈平讲得有道理 于是拿出黄金四万金 给陈平随便他去运用处理 不过问黄金进出的情形 陈平用大量的黄金 在储君积极地进行反见之际 散布留言说 征离妹诸将为向王带兵 功劳很多 可是终不能得到 分封土地为王 所以想要和汉军结为一体 来消灭向家 分其地而称王 项羽果然猜疑 不信任征离妹等主人 项王既然猜疑他们 便派遣使者 到汉军以太虚实 汉王准备了丰盛的酒宴 听说厨使到来 便命送进来 等见了楚国使者 却洋装很惊奇地说 嘿 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 原来是向王的使者呀 于是命人把丰盛的酒菜拿开 令以粗略的饭食 给楚王的使者禁用 楚王的使者回去 把整个情形向向王报告 向王果然非常猜疑亚父 亚父想加紧攻下行阳城 向王不相信 不肯听从 亚父听说向王怀疑他 就生气地对向王说 天下的大事 大致上已经定了 君王好自为之吧 希望准许我带着这把骨头回去 亚父离开向王回去 还未走到蓬城时 背部的窗毒发作而死 陈平于是在夜晚 从行阳城东门 放出两千个女人 楚君以为汉军出战而攻之 陈平却和向王 从西城连夜离开 终于进入关中 收编散兵后 再向东进军 到了第二年 环英侯韩信攻破齐帝 自己立为齐王 并派使者报告汉王 汉王大怒而责骂韩信 陈平踩汉王的脚 汉王也领悟 于是隆重地对待齐王的使者 终于派张良立韩信为齐王 并以护友乡封陈平 后来用他的奇迹 终于消灭楚国 他也曾经以护军中尉的官吏 随从汉王 平定燕王 赃徒之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